提起韩瑜这名字,估计八成的观众都不陌生,他算得上是台湾八点当剧里女演员的颜值担当。 颜值颠纷期完全不输给台湾各女星,当初本职是护士的他,也是靠颜值被发掘出道的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韩瑜的故事。 韩瑜1979年生于台湾,从护校毕业的他本来安心当一名护士,却意外被台湾制作人周游看重。 利耀他出道,2001年,他出演首部作品《才子佳人前龙皇》,饰演温柔美丽的女主角沈宇棠。 尽管没有学过表演,但他颇具天赋,将沈宇棠一角演绎得入行入隔。 韩瑜也通过该剧《顺利打响知名度》被观众熟知。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,离婚要么是完全蛻变,要么就是深陷于痛苦。 被问其感情境况,与孙协志已经离婚八年的他直率表示, 不要再写是谁谁谁谁的前妻,希望可以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去掉。 至于是否有关注孙协志与夏宇棠的绯闻,他也直接了当表示, 不关自己的事,生活已经分开,他想怎样是他的事,不需要再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。 毕竟两人已经走过那一段人生经历,彼此已经没有关系了。 两人离婚卖掉房子后,他也搬离那一区,另外租屋而居,虽然有期待再买房, 但也考虑以后要去住养老院。 还坦言,不想为了让媒体报道时盖过某某前妻就随便再找一个人。 超宅的他,大多时候都是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看小双,而且可以叫外送,都不用出门,顶多跟姐妹们出去吃饭。 韩芸说自己现在看待感情的心态很稳,处在平静无波的状态,不管开心,不开心都不会有太大起伏。 被问到有没有桃花时,他苦笑答要去哪里找机会,是要找外送员吗? 每次谈局上一段婚姻时,他就表示有些遗憾自己没生小孩,但因为自己年纪也40岁了,为了身体着想,大概也不适合再怀孕。 他还表示,因为年龄问题不宜生育,但未来可以考虑领养小孩,不过面对是否再婚,则是雨待保留,只表示目前生活很自在,没有特别想遇到另一半。 事实上,他先前和孙邪志离婚,两人分开的部分原因,据传就是和传宗接待有关。 当时孙邪志曾表示顺不出来没办法,一度引起轩人大波。 如今孙邪志和女友夏宇童甜蜜热爱,韩瑜也在事业上发光发热,两人各自为未来打拼,让粉丝相当欣慰。 韩瑜在谈到和孙邪志的四年婚姻时,坦言,自己的婚姻里也有很多事想讲,也会觉得很委屈,有不舒服的地方,但他明白就算讲出来也不能改变什么。 还说别人不能体谈自己,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婚姻里,因此他选择沉默让事情淡去,自己承担所有后果。 同时调整好状态,说不定哪天就会遇到真爱。 回想当年,韩瑜和孙邪志因合作天下父母心定情,隔年四月,孙邪志便准备了一场极其用心的求婚。 据说这场求婚策划了足有一个月的时间,他先是包下电影院的一个大厅,然后找来四十位朋友,家人客串电影观众,连检票员也是自己人。 求婚当天,孙邪志先带韩瑜吃饭,然后带他去电影院,说要看电影,韩瑜一度发现票没有座位号,孙邪志说是贵宾券才过关。 进入电影院后,先播放了在网上下载的电影预告片,接着大荧幕突然出现两人交往约一年以来的照片。 韩瑜看完这支对方亲自剪辑的六分钟短片后,被拉到走道上,随后,孙邪志手捧着将近一百万新台币的钻戒下跪求婚。 当时韩瑜还曾感动大哭,说完全想不到,之后两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奈何最终却是落的离婚结局,实在令人唏嘘。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,离婚才二十三天,韩瑜就被抓包和黄少奇两度到他家优惠的事情,更被目击多次和南方甜蜜视讯,疑似是假戏真做。 据媒体报道,韩瑜在离婚后搬出艾巢,新家就在黄少奇家附近,曾有记者看到南方开车从他家停车场驶出,回家后没多久再度换车直奔他家。 黄少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,出道以来曾多次瞒着现任妻子和六月,江祖平等不少女星交往密切。 更有媒体爆出,韩瑜过去也不止一次被爆出当人小三,双方情史都相当丰富。 对于韩瑜和黄少奇假戏真做一事,韩瑜的经纪人很快否认了传言,黄少奇的经纪人也回应,不过只是拍戏而已。 另外,根据媒体的追踪报道,记者再次询问韩瑜经纪人时,得知韩瑜的助理非常喜欢车,平常也会和黄少奇会聊关于车的话题。 后来日前黄少奇好意将刚买的新车借给助理开,没想到却被媒体报道传出绯闻,间接造成误会。 当报道出来后,助理很自责,也难过到大哭。 但韩瑜是个好老板,没有苛责他。 其实韩瑜在离婚四年经家好媳妇杀亲后便展开度假模式,长达一年多时间没接演八点档,也鲜少出现在荧幕前。 久为复工的他,在宣布即将回归之际,正巧遇见一人和余文离婚一世,在采访中也让他有感而发。 直呼,真正的委屈只有自己知道,在休养期间,他开始进行大放松,享受旅游,美食,运动,健身等,生活过得多姿多彩,并透露自己大多在家看小说,追剧。 至于下一步计划,他表示自己已经回归八点档台剧,但说到挑战,立刻秒答自己想演小三,由于出道以来几乎都演正面角色。 所以,他想挑战叛逆点的反派角色。 近日,韩瑜主演《华视》《东森超市》最新八点档台语戏剧阿叔,扮演电视台主播的他。 戏里当年听从母亲建议,呼声前往台北打盘,直到返乡期间面临工作危机,令他对于当初的选择产生怀疑,后悔。 而此剧情设定,也令韩瑜想起刚出道时,面对拍戏工作的不知所措,直到现在都还非常感谢妈妈前辈们的一路支持指导。 韩瑜感性表示,很谢谢妈妈一直支持,鼓励我,也是因为他告诉我要去试试看不一样的的人生,我才会进入演艺圈。 虽然韩瑜的家人平常是不会把爱说出来,但会用行动证明,笑说妈妈很可爱,一定会看我演的戏外,还会去看我的粉专,在留言区留言,很关心我的一举一动。 韩瑜也特别感谢妹妹,工作之余帮她陪伴妈妈,默默地支持她。 对于这么年轻就演阿摩,韩瑜笑说可以接受啊,她分享以往在工作上,她没有遇过巨大的挫折,刚出道时,因为演戏不是自己的本科,所以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 她很感谢一路上前辈们的教导,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去试试看不一样的人生,我才会进入演艺圈。 现实生活中韩瑜坦言,自己没有像剧中的角色一样,在工作上遇到巨大的挫折,导致想要转换工作跑道。 韩瑜透露刚出道时,因为演戏不是自己的本科,所以刚拍戏的时候完全搞不清楚状况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她很感谢一路上前辈们的教导,并感性表示,很谢谢妈妈一直支持,鼓励我,也是因为她告诉我要去试试看不一样的人生,我才会进入演艺圈。 韩瑜演过多种角色,这次在华世新鲜阿叔首都挑战敢爱敢恨又外纲内容的新闻主播。 韩瑜认为自己与剧中的角色很相似,特别是对于做事的态度,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,就必须做到最好,达到成就,但相对的在达到成就之前,必须牺牲许多。 她以自身的演艺工作为例,从刚入行什么都不懂,到现在有名气,大家都认识她,韩瑜牺牲了自己的生活,变得不爱出门,甚至连交友都觉得无法向一般人轻松自在。 静夜的她以前为求作品完美,危险的戏份都亲自上阵,年轻嘛,为了拼那一口气,多少都会受到一些伤害,这些伤害到现在年纪增长,就会体现出来,提及个性外纲内容。 韩瑜认为戏里戏外的她,都将纲变成一种保护色,目的是增强自我抵抗面对外界的攻击,但其实私底下的她是一个很闷骚的人。 首次挑战饰演新闻主播的韩瑜,大叹当主播真的太难,真正的主播必须临场反应很快,脑筋非常清晰和逻辑有条理,但韩瑜自认不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,拍摄时必须看着读稿纪念稿,对她来说这是很大的打击,看读稿纪念稿不只是把读稿纪上的字呈现出来,你真的要去懂得这一条新闻要讲的是什么? 剧中即将成为单亲妈妈,令韩瑜非常头痛的夏文丽经历过一场差点流产的危机后,还一看见她要独立生下,抚养孩子的决心后,同一百言化独自留在蒲子与王世贤一家人生活,同时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将在蒲子掀起轩人大波。 首次演戏的百言化分享,半年前在试镜时,觉得角色的个性跟自己非常像,个性向到常常看剧本都会起鸡皮疙瘩,文丽会做的决定,说的话都跟我一摸一样。 初次演台语剧的百言化透露,她本身不太会说台语,偶尔回阿摩家会听大家说,过程中大概听得懂六成左右而已。 但今夜的百言化在拍摄现场会认真地将耳朵打开,听对手演员的台语台词,把对方的台词背下来,避免不熟悉台语而影响拍摄。 除了感情不顺利,韩瑜的身体之前也曾出过问题,当时进入休假模式的她,尽管几乎都没有出现在荧幕前,不过人不是会在网上分享生活大小事。 结果某天却在社交账号中发文,透露自己正在生病中,并说身体长满疹子,脸也在过敏,听上去相当可怜。 幸好很快就痊愈了,不过一度惹得粉丝担心不已。 通过韩瑜如今的状态看,她应该早就从离婚的影响中走出来了,而且也很清楚接下来该如何生活。 愿她们永保初心,在未来的日子里过得越来越顺心,也祝福她早日遇见真爱,过上幸福生活。